大家好,我是Stan 因涉嫌九项罪名而被起诉的Signy 今天被军事法院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上个月7月1号 军事检察官已涉嫌 交易安排 系签 挪用公司资产 食品违反法 外信赌博 外汇交易法 交锁打人等九项罪名 向Signy求行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而在今天8月12号召开的宣告共判 法院认可了大部分的公诉事实 判决Signy三年的有期徒刑 以及追证金十一五千六百九十万狠币 法官表示 Signy否认Signy交易 是使用外界的法人信用卡 支付给女性们的 所以很难说明Signy本人不知道此事 并根据Kakoto的聊天内容 可以判断有事先于 与因涉嫌计划此事 关于Signy本人的Signy嫌疑 因为Signy对警方、检方 以及法庭上的陈述 没有一贯限 一直有变动 所以可信度很低 而根据当事人女性 与送女性到Signy家的人的证言 认定了确实发生过Signy交易 然后将公司的财产 当成是私人财场使用的部分 与失败者发生争吵后 因为不高兴 就交错暴行等 罪职很不好 法官最后表示 被告人与云所共谋 对海外投资者安排Signy等 被告人从持续多年的罪行 获得了很多利益 但是却从调查机关到法庭为止 否认了大部分的罪行 或者是将责任都推给别人等 没有再反省过错 对于错误的新观念以及态度 需要严重处罚 去年三院当兵的Signy 原本预计是在9月16号退伍 但是根据航母的兵役法 被判有期推行一年6个月以上的人 会强制退伍及时收押 所以Signy也将会被强制退伍 而今天军事法院最后也表示 担心会有逃脱的可能性 因此发布了拘捕令 会将Signy受押到军事警察队的收容所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不是后面少了个零 三年 都有9个嫌疑了 这个国家太离谱了 犯的罪比抢军人还要多 量刑却更少 法律简直是橡皮筋 再次证明了司法部的腐烂 就算是三年 能被拘留已经很不错了 军事法院又是著名艺人都判了三年的话 看来犯罪事实都是真的了 身为Big Bang的粉丝 因为Signy否认 所以到最后都选择相信他了 今天真的是很伤心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怎么看都觉得是后面有更高层 涉及到这个案子 所以为了想要切尾 将所有责任都推给Signy而已 因为Signy一直都是否认了 除了赌博之外的所有嫌疑 所以从今天开始一个礼拜之内 Signy是可以上诉的 对于Signy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